今天是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 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 第一 我们会由中美交换月球样本机会渺茫出发 分析一下中国对付美国的阳谋 我们亦会讲一下 香港土地规划展览馆的问题 美国大选就尘埃落定 共和党特朗普就赢得开启 大家兴奋预测特朗普2.0会是怎样呢 他会用什么方式延续打压中国 仇华友就更加开心到 想中国会怎样被特朗普打败 但不少人忽略了 特朗普在2018年起 对我们的发起贸易战 掀起反华罪幕 但中国在这六年 完全是没有落下风 而且手上的筹码就越来越多了 航天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近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 中国提出用上额5号拿回的月球土样样本 和美国阿波罗太空船拿回的样本交换 中美航天相关的人员就在谈 但是NASA仍然是没有回应的 报道还引述了两个中国恒星地质学家 他们点出一个情况 他们说基本上 美国是想要中国的月球样本 但是中国就不可以拿美国的样本 为什么这么搞笑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美国国会在2011年通过了 玉尔夫条款 禁止NASA以任何的形式 或者方式 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 也禁止NASA在他们的相关设施 接待中国官方的访客 除非得到美国国会和FBI的批准 两位科学家的说法等于摆明 美国问中国要月球样本的时候 可以申请避开玉尔夫条款 但当中国问美国的时候 就违反了这条条款 美国这次还要以独不回 即是看了 不过我不回覆你 究竟是傲慢尴尬 还是欲酸呢 无论是哪个的答案 美国这种态度 中国人都是乐意见到的 不是说笑 在玉尔夫条款面前 NASA行又死不行又死 与中国合作违反美国法律 向国会提出 等同刮国会一大巴 如果拒绝与中国合作 心又不情愿 因为自己也想要中国 上俄5号的样本 更加想取得上俄6号的月背样本 更重要的是 拒绝合作的后果 超乎少少的NASA想像 2023年底 美国诸华大使 白欣斯曾经这样说 中国无意 与美国就探阅进行合作 结果中国国家航天局 光束地提醒白欣斯 美国有鱼尔夫条款 立了法阻挠中美航天交流 堂堂美国诸华大使 竟然用高招这样表现 帮中国加分 丑出国际 中国人就非常欢迎 其实中国明知 美国不想合作 但依然是提出合作的 诚意权权帮美国人出难题 突显了中国人的智慧 如果中国主动拒绝 与美国合作 美国就可以 好像白欣斯这样炒作 但现在似乎是 中国人提出合作 如果美国自己拒绝 或者不敢回应 中国就可以 将美国踢入尴尬位 中国的做法就是一个阳谋 里面的套路很简单 提出合作 让美国拒绝 或者不敢回应 我们光明正大提议 中美交换月球样本 可以说是一个战术级的行动 让美国人无办法接招 而依依依什么都说不出 就兼出丑 不止是航天 中国在其他领域 都提出与美国合作 而美国都是基于反华紧枯咒 而迫住拒绝 当很多提出合作 逼美国拒绝的战术 跌起来 就是突出美国闭关自首 残人自肥的战略 用美国的欲宣 去融化他们的软实力根基 霸权根本被无可避 所以所谓杀人诛心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分析也提过 特朗普上台之后 很可能会重施顾忌 搞闭关自首的政策 就是中国推动这个战略的好时机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 美国大选支联节目 说特朗普加拜登统治美国的12年 会是中国的黄金12年呢? 这12年里面 美国乱七八糟 给了很多位中国入 亦都给了一大段时间 中国好好消化之前的急速发展 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 为往后的国内发展打好基础 中美在大大小小的地方较量 突破点 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小地方 积小成多 航天领域的竞争就是一个好例子 中国航天科技的特飞猛进 赋予了国家外交有更大的出招空间 我们讲完中美的国际争锋 我们转个焦点讲讲香港 之前我参加的中东考察团 其中一站就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瓦德 当时我们参观了一个新城古城的规划 他们弄了一个展馆 里面有一个很精细的规划模型 我作为一个外来者 对他们的规划近乎是零认识的 但有了这个展出 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面 我即时感受到他们的规划野心 亦都对利瓦德的发展有直观的理解 特首李家超之前就在施政报告提到 北部都会区将会逐渐进入修成期 会提出推进相关的发展工程 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打算在湾仔、北海滨用地设立一个新的展馆 介绍北部都会区、交易周、人工岛等等的大型规划 预计会用6至7亿元 发展局局长令汉豪早前除了出席立法会会议 亦都出席了电台节目 去讲解这个建议背后的考虑 坊间一见到这个金额 再看现在的财政状况 自然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亦都有意见认为 可以在北都设立地尽其用 令局长直接回应提到 他说现在香港爱丁堡广场就有展城馆 但规模不够大 认为香港需要一个得体的场地 他又解释预计的建筑成本 与其他政府设施差不多 而且是永久的 不会浪费 他就提到想认识香港的朋友 可以看下香港的发展 一直也有访客会预约导赏 另外一般市民 学校组团带学生参观 这些人都是展城馆 以至新展馆未来的主要接待人 反映了不同人的需求 局长也提到 他们的想法是参考了新加坡 市区重建局的做法 刚刚我有同事也参观过 新加坡大概在20年前 推动在市中心Marina Bay 大型填海造地 URA是位于市中心的大楼 拨了三层楼做新加坡城市展览馆 里面有模型、介绍、互动等等 去争取新加坡人的支持 当时也掀起了不少讨论 也吸引不少投资者去参观 去了解新加坡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个馆随着时代发展而更新 每年的参观人数有20万人次 反映虽然看上去内容有点硬核 但有兴趣需要看的人也不少 规划涉及未来 历时很长 牵涉每一个市民以至投资者 有一个好的场地 协助他们详细去了解香港的未来 再配合政府的进一步讲解 形成不同阶层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 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